兵哥,感谢你上次给我介绍的项目 这个项目我赚了五十万 来,这五万 你拿着 孟子,这个钱是你们辛辛苦苦赚来的 我就花了两毛钱打了个电话 这钱我不能要 兵哥,你就拿着吧 你总是你的朋友 你也需要花钱维护这些关系 他能够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们来做 也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要是没有你拿两毛钱的电话 这个项目我们也做不了 是啊,之前我是办过他很多 这点面子他还是给我的 我懂圈子人脉的重要性 你能带我进入这个圈子 我已经很感谢了 钱这个东西一个人是装不完的 还有个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什么事,你说 我一个表弟搞了一个工程 你不是有两台挖筋没有干活吗 我想请你给他做了 那行,我马上联系 有钱咱们修理一起赚吗 那行,那我回头 让我表弟跟你联系 公司还有事情,我就先走了 下次再请你吃饭 哎,好嘞 我知道啊 军哥帮我们拿项目 我们给他五万已经很不错了 你表弟那项目干嘛还要给他 我们明明可以自己做的 还能自己赚的钱 老秦,如果我们只看钱的话 那我们最多就还了个人情 那以后有赚钱的事情 他不一定会找我们 我把表弟的工程给他来做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以后他有赚钱的事情 肯定会找我们 原来是这样 兄弟,在这个现实的社会 讲究的就是一个利益交换 如果别人没有利益 别人凭什么帮你 那我明白了 兄弟啊,要想赚钱 记住一段话 烟搭桥,酒铺路 笑脸相迎,人情世故 要想他人帮一把 茶坏茶,酒逛酒 喂,老婆 我想回老家了 怎么突然要回来呀 是你老板对你不好吗 没有没有 我老板对我特别好 只是呢 咱妈现在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好 我想在她有生之年 多陪陪她 老板 我们到了 今天 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开车了 过两天 我就回老家了 有小李子接替我的工作 小李子话不多 干活也利手 踏实 亮亮 你工作也有三年了吧 怎么突然间又离职啊 是公司的待遇不好吗 不是的 老板 公司待遇我很满意 只是呢 我母亲现在年纪也大了 我父亲走得又早 他还心如苦地把我养大 现在他老了 我只想回去多陪陪他 孩子呢 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 我老婆一个人 照顾他们两个人 也挺辛苦的 我呢 在这个城市也没有一个家 我就是想回去找份工作 然后也可以好好照顾他们 老板 请 亮亮亮 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喜欢 你喜欢我们公司的氛围吗 喜欢 那你喜欢这座城市吗 当然喜欢了 我们最大的梦想 就是在这个城市 安宜作家 让我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 让我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可是 来 亮亮 来 亮亮 这个你拿着 这 这个啊 是我帮你安排的一套房子 把你的老婆和小孩 还有你母亲都接过来吧 还有你孩子上海的事情 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老板 我值吗 一个懂得笑道的人 那一定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做人啊 一定要懂得感恩 懂得笑顺 这非常重要 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 感谢朋友的帮助 感谢陌生人给你带来的微笑 懂得感恩的人 一定会被好运所眷顾 所以啊 你值 不好意思啊 兄弟啊 把你酒给搞倒了啊 没事没事 是我没问题 不应该啊 把酒放在这里 没有撒到你身上吧 没有没有 是我没看到 多少钱 我赔给你 不用不用不用 没撒到你身上就好 哈哈哈 感谢了啊 大妹啊 加一个 哈哈哈 托远 您好先生 他们喝的那什么酒啊 跟我们也来呢 不好意思先生 他们那个酒啊 是拿着客人自带的 我们这边没有 我过去一下 哎 兄弟啊 刚才啊 实在不好意思 把你们酒给弄撒了 这个酒啊 你们拿着喝 哦 不用不用 兄弟 你这酒啊 你看就不简单 我们不能要 这个酒啊 是江西的特产 52度 特效型的 我个人啊 挺喜欢喝的 送过来 给你们尝尝 刚刚啊 把你们酒给弄撒了 就当给你们赔不是了 兄弟 你太客气了 来 坐 好 来 来 这两瓶啊 你拿着 慢慢喝 那真的太感谢了 兄弟 没事 是还是累 亲兄弟 兄弟们 你们啊 慢慢喝 酒不够的话 过来找我 谢了 兄弟 兄弟们 吃好没 吃好 服务员 买单 您好先生 你们这桌的单啊 已经有人买过了 买过了 这买的 隔壁桌的客人 老板 买单 你们一共消费 有591 隔壁桌多少钱 我一起买了 哎 孟少 哎 唐明 你们这么晚了过来 有什么事吗 前段时间不是 借了你4万块钱吗 特地给你送过来了 这么点钱 你直接转过来 不就行了吗 还得你亲自跑一趟 哎 这怎么多了3000块钱 就是怕转多了 你不收 八百年了 一点心意 那岂不是 我多撞了3000块钱 那你今天晚上 得请我吃个饭 啊 我们已经吃过了 哎 那就吃夜宵嘛 孟少 你别怪他 人穷啊 没有吃夜宵的习惯 对对对 没有吃夜宵的习惯 那行 那我去公司拿那边好酒 咱们今天晚上得好好聚一聚 好 吃好了吧 孟少 吃好了 那咱们走 行 那你啊 去把单买了 我去上个厕所 楼下等你们 你好 三哥八包先买下单 哦 你们一共消费630 收你们600 这是找你的2400 啊 搞错了吧 没有搞错 跟你们一起来的那个帅哥啊 中间下来了一趟 给了3000块钱 说是等到你们买单的时候啊 多退小补 好 谢谢啊 孟少 哎 这不能要 这不能要 哎呀 昌米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关系 我怎么能要你的利息呢 这不是利息 这是我们的心意 什么心意 心意 我刚已经收到了 你拉回去吧 啊 啊 哪呢 满满的心意 满满的 哈哈哈哈 我说的重重 千辛万苦 想明天换一些 美满和幸福 喂 老婆 我周末出差 我就不回去陪你了 怎么刚放假又出差呀 哎呀 我也没办法呀 公司安排的 好吧 你一个人吗 还有一个同事 难得你的呀 哎呀 老婆 你就放心吧 我一个大男人啊 你还不放心吗 再说了 我四五天就回来了 挂了啊 你不介意吧 我只是太渴了 这么冷的茶 你也喝得进去呀 对呀 我喜欢 孟总 嗯 咱们这次项目完成了 你带我去吃播玩一下呗 听说那边刷考课去了 好啊 这次项目啊 真的如果能谈下来 随便你怎么样 好啊 这次啊 这次啊 都是搞定的 要不是你啊 还真老不上 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 感谢 必须感谢 一会儿啊 来我房间 给你个惊喜 你来啦 来 来 去那坐 来 可是啊 给你的皮肤十五 哇塞 皮肤十五呀 好漂亮呀 多少钱呀 哦 这个啊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我老公买的 我叫我老婆出来一下 啊 你老婆 老婆 你出来一下 哎 来了 老婆 嗯 这个手机多少钱啊 哦 也不贵 这一万来块钱 嫂子 你怎么来了 哦 是我让我老婆来的 她不在我身边 我是你啊 不踏实